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带头部分西方国家跟随一起炒作 中国大规模增加所谓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议题 于是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外媒智库 拿着高清卫星照片当成所谓的证据 声称中国在大规模扩充核武库 甚至美国的政府官员也没有节操的下场跟着一起炒作 比如美军查尔斯理查德上将就在研讨会上称 中国正在增加导弹的数量 还用令人窒息来形容中国核武器增长的速度 看到一位美国上将如此不要脸的指责他国核威胁 说的是中国核力量的增长 实际上是对着自家的国会争取预算 通篇只有这句话 我美军打钱 为什么美国这一波如此热衷炒作中国的核力量 令人窒息的大规模增长 这和此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示 中国需要在较短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美的水平 一百枚东风四一战略导弹 不无关系 此言一出 立刻在国内外舆论场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也引起了外媒的注意 甚至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专门就此事 询问了外交部的态度 而就在这一波的炒作过程中 胡总编辑也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媒体和相关机构反复炒作的根本目的 是要向中国施加舆论压力 至于中国到底在围绕核武库做什么 这是最高国家机密 让美国猜去吧 很显然 围绕着中国核力量增长的问题 中美之间首先在舆论战场上交锋了 而胡总编辑之所以抛出这样的议题 正是因为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 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 威胁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甚至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 中国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姿势 选择主动出击 制造话题 将舆论引导向有利于自身的话语框架中 与美方积极斗争 更希望可以进一步次弹出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 而美方也是想借此 把中国拉入国际核财军谈判 以达到削弱中国核力量 巩固和确保美国的核优势地位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抛出 中国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 将核弹投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 正是美国被国内的疫情搞得焦头烂合的时候 作为美国极右翼政治领袖的特朗普 以总统之尊 带领着一大票极右翼政客 把国内糟糕的疫情甩锅给中国 甚至还叫嚣要中国赔偿美国的损失 可以说 美国上下掀起了新的一轮返华浪潮 美国发起的舆论和政治攻势 确实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另外 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基本人权的蔑视 对人类基本良知和文明道德水平的践踏 也让中国警醒 概括一下就是 美国对中国的恶意和战略打击意图在上升 美国对打击战略竞争对手 给自己造成的损害承受抑制在降低 中美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在骤增 2021年 随着拜登的上台和新政府开始运转 我们原本以为中美关系会得到缓和 但是美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改变 反华成了社会共识和政治正确 也是联合国共两党唯一的联合计 所以中美关系朝着继续恶化的方向发展 这种趋势引发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忧虑 也在中美两国的国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就连许久没有露面的前国务卿基辛格 也出来发出警告 美国将必须与中国就新的全球秩序打成共识 以确保稳定 否则世界将面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的危险时期 这个警告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展现出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 首先 这个新的国际秩序是什么秩序 是否依然是美国所主导的 以维护霸权体系为目标的国际新秩序 如果是这样 中国怎么会接受 如果不是这样 美国能接受吗 然后基辛格这段话 泡出了在中美共同构建世界新秩序失败的情况下 对悲观前景的预测 世界将面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的危险时期 而基辛格之所以这样预判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美国是不可能放弃霸权的 而中国这些年来 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趋于强硬 对于中国来说 过去的谦让和隐忍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不能再为中国的发展换来什么红利了 只能改变斗争策略 通过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在多个国际场合 与损害中国合法权益的行为积极斗争 才能求得和平和新的发展红利 过去中国面对美国的挑衅 一直是被动防御 经常面临到单打独斗的局面 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但现在随着中国的主动反击 拱手异位 中国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 如果美国执迷不悟 继续毫无底线的操弄反华议题 组建国际反华大联盟 中美之间乃至全世界 爆发全面对抗和冲突的风险 自然急剧升高 基辛格正式看到了这样危险的前景 才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发出警告 企图劝告双方都冷静下来 寻找可以实现的解决方案 站在他老人家的角度 来看待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当然是希望在美国 仍然确保对中国的相对优势情况下 与中国达成和解 共建国际新秩序 在这样的秩序里面 美国仍然处于领导地位 中国次之 但这样的国际新秩序 必然忽略了中国要求 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政治诉求 中国不可能欣然接受 于是为了强迫中国接受 就拿出战争威胁来逼迫中国就范 但是世界伟人对帝国主义 有过精准的描述 一切反动派都是指老虎 战争威胁 哪怕是核战争的威胁 都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因为中国奉行的是有限和威慑政策 是第一个公开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 换取最大的核威慑能力 为了探究中国的核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美国以及其他核大国 都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 无死角的战略侦察 在目前如此发达的侦察科技环境下 中国大规模隐藏核力量的可能性 变得微乎其微 经过冷战时期大规模高强度的锤炼 美国为了在航天侦察当中获得战略优势 甚至不惜重金 专门成立了一个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别情报机构 国家侦察办公室 这个机构是美国庞大情报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专职负责美国的国家侦察计划 同管美国侦察卫星的研制 发射和运营工作 根据目前的公开资料显示 其下正在运营的侦察卫星就有49颗 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索眼系列侦察卫星 有了这些侦察卫星 美方就可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在对方没有相同强大的侦察卫星网络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战场的单向透明 不过他们也闹过笑话 在20世纪80年代 侦察卫星技术还不怎么发达的时候 我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建造的福建土楼 当成了战略导弹发射警 一度搞得美国政府紧张兮兮的 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 这样的情况已经很罕见了 而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 现在炒作中国的核力量 令人窒息的大规模增长 纯属是为黑而黑 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已 这些年随着中国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 我们也开始搭建自己的卫星侦察网络 比较有名的就有高分和摇杆系列侦察卫星 某些高分辨率的民用商业卫星也非常给力 这样美国就无法对中国形成战场单向透明 也就无法掌握战略先机了 核武器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武器 只有做到及时暴露有效威慑 才能做到最大的效用 毕竟比起概率极低的全面核战争 放在发射架上的 能让敌对势力感知到的核武器 才是常规用法 所以美国除了炒作中国扩充核武库这个话题之外 也经常极力贬低中国的核弹头数量 目的就是为了摸清楚中国的核家底 打破我们的模糊政策 以便调整我们的战略重心和战略部署 如果对方想对中国发动核打击 却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核反击能力 那么对任何决策者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 受到技术和各种环境因素的限制 即便美国拥有强大的卫星侦察系统和情报网络 都无法摸清楚中国的核家底 所以说在无法把核武库规模 扩充到核美俄用等级的水平 中国用有限核威慑政策 以及对核力量的模糊化处理 是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了最大的核威慑效果 那么我们把情况想得更糟一点 如果某个战争狂人极端丑视中国 真的不管不顾对中国发动核打击 那么以中美之间巨大的核武库规模差距 美国就一定能消灭中国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先从纯军事角度来看 中国核反击力量的生存能力 保证了我们的核武器 不会被美国一轮核突击 就全部被消灭 首先根据中国多山地的地域特征 我们在祖国众多的山脉当中 会不会隐藏着连美国侦察卫星 都无法察觉的核武器发射场 和其他配套基础设施 网上和一些外媒经常传的神乎其神的 中国地下核昌城到底存不存在 这些都表明 美国一旦无法完全跟踪 锁定中国的所有核设施 那么肯定会有漏网之鱼 在美国发动第一轮核突击之后 发起核反击措施 其次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完善 三位一体的核反击力量 海下有了弹道导弹核潜艇 路上有了公路机动弹道导弹发射车 固定发射井 以及传说中的铁路机动弹道导弹发射列车 空中的六爷可以挂载核巡航导弹 类似于美国B2隐形战略轰炸机的 荒20也呼之欲出 这些战略武器发射平台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我们 多元互补的核反击平台体系 让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最后中国的战略导弹预警系统 天机红外检测系统 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保证了几方拥有足够的预警 和反击准备时间 确保掌握战略先机 核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最一开始的使用 就对平民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根据美国官网解密的文件显示 20世纪50年代 美国针对中国的核打击清单当中 杀伤人口数量 被当成打击效果的重要参考指标 纳入了评估系统当中 换句话来说 当美国真的启动对中国的核打击时 目的除了摧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 与战争潜力 他们还曾计划杀掉每一个中国人 但是他们做不到 因为从冷战时期开始 作为遭受核威胁核恶诈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早在全国各地符合条件的地方 修建了大量的三房工程 目的就是在一场全面核战争当中 最大限度的保存有生力量 在人口聚集的城市当中 我们在地铁地下商场 小区地下停车场等地 都要按照国防标准 修建人方设施 这些在战时就是保命的场所 在崇山峻岭的中西部地区 我们大量修建核设施 与紧急避难场所 保存有生力量和必要的战争潜力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 我们不仅可以搭建一套 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 还可以再备份一套工业体系 让美国等敌对势力 即便发起核突击 也无法达成既定的战略任务 最后反而让全人类跟着遭殃 另外现在中美两家都发展出了 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 随着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逐步完善 发动核战争 以及准备核战争的风险和成本 都提升了几个量级 几乎不可承受 所以无论从真实的战争角度 还是以博弈论来看待 中美之间的政治角力 核战争以及围绕着核战争 而进行的军备竞赛 核威慑与核设 都是被限定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 只要双方没有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和资源 到了必须战略摊牌的程度 核战争都只存在于理论范围之内 那既然中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很低 两大国的常规力量 也不会发生对峙和冲突吗 这个假设正在为国际局势的演变 不断否定和颠覆 挑战这个底线的 恰恰是在战略竞争当中处于弱势的美国 谁都清楚 21世纪之后的中国崛起速度 民族复兴趋势锐不可当 美国根本不可能真的遏制住中国的发展 美国现在所做的 仅仅是为自己的体面落幕而做好准备 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 而撒谷打滚 给中国使绊子 以满足自己各种不合理的要求 本质上是一种巨婴心态 根据日本时报放出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发表一项声明 表示美国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使用核武器 并请求日本支持这一政策 而日本今年早些时候曾对此表示反对 这件事该怎么理解 我们需要理解的第一点是 美国表示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使用核武器 那之后呢 在战军明显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 为了扭转乾坤 美国领导人会不会按下核按钮 以此谋求胜利 我们需要理解的第二点是 什么样的国家需要美国承诺 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使用核武器 全世界那么多的无核国家 以及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型核武国家 美国没有必要对这些 没有发动核战争主动权的国家做出承诺 而有能力对美国发动核打击 并可以在核战争当中实现核反击的国家 只有中俄两家了 俄罗斯已经快被美国装得奄奄一息 至少在短期之内 没有事实威胁西方霸权体系的能力 而中国经历各种各样的打压 围堵封锁等遏制政策 毅然蒸蒸日上 与美国的差距迅速拉紧 很显然 中国就是美国需要做出承诺的对象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干嘛吃饱的撑着 对一个已经首先承诺过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做出自己的核安全承诺 为了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最大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取得中国的核信人 与中国签订君子协议 然后为接下来的中美常规战争做准备 否则美国这么做 简直是多此一举 那么既然美国开始为此准备 就一定想定了和中国发生交战的场景 这里就可以明白 日本为何要明确反对 并提前放出风声了 因为美国肯定不想也不会让战争 发生在美国本土 想定中的战场一定是远离本土 却靠近敌对国的区域 既然首要目标是中国 那么周边的邻国就是发生战争风险最高的区域 日本能不起眼吗 根据亚洲各国错综复杂的历史 地缘 民族情感冲突 日本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想到这里 我们也就明白了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美国迟早要撤出亚洲 但美国并不甘心直接撤离 而是根据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传统 撤离亚洲之前各种埋雷 就是不让亚洲国家和人民好过 更不愿意让中国轻轻松松地接管亚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乃至常规战争的可能性 急剧放大 为了管控危机 控制双方发生战争的规模和等级 美国才会事先和中国打成核互系 然后放手一搏 希望在自己想见的战争中 击败或者重伤中国 把亚洲打成一片废墟 这样美国将会以最小的代价 重伤战略竞争对手 让美国再次伟大 当前 中美之间正在为新冠肺炎病毒的溯源问题 展开攻防战 此前一直是美国进攻中国防守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复苏 美国经济出现问题 中国开始防守反击 美国被动防御 形势出现了逆转 一旦美国最终扛不住 开放世卫组织的联合调查组 进入德特里克堡展开调查 发现了蛛丝马迹 甚至确定了 病毒是从这里泄露的 那可就是一件 填塌地线的大事件了 要知道 如果美国政府事先知道 病毒已经泄露 却故意隐瞒 那无异于对全世界展开了生化攻击 向全世界宣战 如果确定了武汉最初的疫情 就是军运会的时候 美军带来的 那其恶劣影响 不亚于二战时期 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 我们都知道 随后美国对日宣战 太平洋战争随之打响 那一旦被证实 美国向中国发动了生化偷袭 后果不堪设想 即便美国打死不承认 那么美国永远背负着一个 发动反人类的生化偷袭的前一人身份 其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也会不同程度的下滑 而且中美之间即便斗争日趋激烈 能够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中美目前所维持的冷和平与经济联系 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互信基础之上的 这件事不搞清楚 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会一直下降 直到双方毫无政治互信 那么发生军事冲突 乃至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就会大幅增加 一旦爆发战争 中美双方的关系会发生不可逆的倒退 这是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变 拜登现在抛出 美国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 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像不像开战前拟定的君子协定 所以看似和平承诺 释放善意的背后 是令人细思极恐的深谋缘虑 拜登果然是一条足够狡猾的老狐狸 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